不养狗不知道养狗的乐趣 不养狗你肯定体会不到养狗的快乐 养狗的快乐不光只是看它们淘气时候的打打闹闹 这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 狗妈妈搂着狗宝宝在睡觉 而淘气的豆包豆馅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 等着小奶狗醒来 小奶狗以这个姿势睡觉 证明这个环境给它了安全感 后面的是豆馅 等着小奶狗醒来跟它一起玩 平时的时候豆包是有点厉害 豆馅有点随和 呀 醒了 它来等着你玩呢 还睡呀 现在都快三点了 养狗的乐趣无非就是陪伴 你陪伴了它们 它们同时也陪伴了你 还有就是它们淘气饭二的时候 给你带来的快乐 其实狗狗可以做你的听众 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跟它们说什么 它们都不会反驳你 它们能做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听你说话 听你不停的唠叨 其实豆包也是非常喜欢这只小奶狗的 只是它平时个性很强 它不是很随和 它偶尔的会发起自己的小脾气 惹得小奶狗接受不了 对这些狗狗好 也许只花你每天的一部分时间 而它可能将它的一生都回报于你 如果你愿意 它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感动你的心 我愿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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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